這是四間的上益喔 一千喔 這一一千就超過了吧 碰到很俗氣耶 每月的營業額都大概三四千萬嘛 對啊 怎麼可能都沒上益 都五十歲了還沒上益 所以你現在感情師有固定的嗎 當然有啊 三到五個 沒有啦 開玩笑了 北京郎永世間針索狂針上益 離婚小禎五年聚在婚 任有新對象 謝謝今天我的好朋友 溫生豪 他說他今天沒有帶貓小孩 今天我就是他的貓小孩 整型名義禮盡量 上個月找來好友溫生豪站台 雜五千萬開設的寵物醫院 因為去年養了十五年的愛犬 龐龐罹患腫瘤 卻被誤診為肺炎病室 然後在過世之前呢 其實龐龐沒有生過病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 我看他那麼辛苦嘛 我就跟他說 那龐龐你安心的走 我們都會很好 欸可是他都 捨不得走 後來有跟他說 說龐龐那這樣好了 你如果走了 爸爸幫你開一家 毛小孩醫院 照顧你其他的同伴 好不好 欸他眼睛才閉起來斷氣 那毛小孩中間 籌備一年當中 有沒有遇到很辛苦的地方 遇到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 要找好的醫生嘛 那人家都已經在 固定的寵物醫院上班了 我們要怎麼挖角 人家 畢竟 你又不是一個 曾經有毛小孩 在診所的一個經驗的人 小禎你支持啊 小禎有 九隻狗一隻貓啊 九隻一貓一隻狗 他這麼多 九隻貓一隻狗 那小禎也是第一個 把他的狗送過來 開刀的一個四組 他是關節有一些問題 那現在已經見步如飛了 瓜哥 不知道知不知道這件事耶 但是 四月份我們有一個長輩 這個生日 我們會一起吃飯 那我也會跟他說這件事情 我相信他那麼有愛心 一定是祝福啦 哦 對嘛 你們算破冰了嗎 沒有結冰過啊 不知道耶 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感情室 有固定的嗎 當然有啊 三到五個 沒有啦 開玩笑了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啊 因為現在 覺得自己的生活 就已經很穩定了 這五十歲是人生的 另外一個階段 不是整天想著要去哪裡喝酒吧 怎麼沒 要買什麼車 買什麼錶 我覺得那都已經是五十歲以後的人 不應該去思考的事情了 應該想想說 自己能在社會上做一些 其他事情 真的有幫助大家 而且別人做不到的 去年本來也要 幫自己完成一件事情 想說五十歲的時候 可以給自己一個禮物 就是有關於整形戲劇的事情 後來因為這個 那個劇本想要更好 然後演員有一些 我們理想的演員 有人有事 有人沒有到位等等 我們就把他的這個劇組 暫時停下來 把劇本跟劇組做一個調整之後呢 預計今年也是要重新的出發 把這個劇完成 並不是外傳的什麼 臭什麼臭 撤資等等 劇停下來 錢總是要可以拿回來用一下吧 這不是撤資啦 這就是四間的上益 錢喔 這一 一間就超過了吧 我們很俗氣耶 一個月的營業額都大概三四千萬 對啊 這怎麼可能沒上益 都五十歲了還沒上益 李金郎手上除了針索事業 2022年他投資五百萬 潛下紫蘭拉拉隊 Lassie Girls 而先前林鄉里多會出走超 外傳球團祭出林鄉條款 規定旅嗨一年內若出走 就要付百萬賠償金 李金郎對於欺下慣例 是否會有影響 我簽約沒有那麼的死 其實可以綁得住 這個 一些人 但是真正有心的人 其實不會受到這樣的條約的一個屬性 我覺得那個 那個 那個合約沒有很大的意義 反而變得很難看 為了合約而待在這裡 心都不在了 對 那你心真的不在你就去吧 其實沒有關係 有林鄉還有另外一個林鄉嘛 是不是 應該沒有 林鄉是五一五二的 原生的原廠原廠 身 feh 你這有什麼好き 前一座 前一座 兩座 是 是 你的 你 是